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深入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施细则 坚持真管真言 敢管敢言 常管常言 以永远在路上的定力和执着将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带头求真务实 攻坚克难 担当作为 以上率下加强作风建设 要坚持标本监制 坚持用制度推进作风建设 扎紧扎密扎牢制度的笼子 以刚性的制度约束 严格的制度执行 强有力的监督检查 严厉的惩戒查处 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要切实把整治刑事主义 官僚主义摆上突出位置 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树立正确政纪观 自觉践行三言三使要求 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推动振兴发展 会议强调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 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 把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作为重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不折不扣执行到位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肃劳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把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 要压实工作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主体责任 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副总责 要结合工作实际 明确任务分工和实现 规范有序开展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 要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坚决防止弄虚作假 虚报浮夸等现象 要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监督检查 督促整改落实 确保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 落细落小 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 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推动壮大消费新增长点 对于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要坚持突出重点 适应多层次多样性消费需求 打造一批较得想的辽宁品牌 形成若干发展势头良好 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 促进食物消费不断提档升级 推进服务消费持续提制扩容 要完善政策体系 加强政策配套保障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要健全质量标准和信用体系 创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要加强组织领导 压紧压实责任 细化分工方案 明确保障措施 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会议指出 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是我省优化经济结构 加速经济转型 推动振兴发展的迫切需要 要聚焦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 重点园区基地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 制造 旅游 农业 体育等深度融合 促进文化家 互联网家等新型业态创新 进一步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引导性 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 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把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摆上重要位置 创新机制 完善政策 努力把文化产业打造成全省重要支柱性产业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报道 4月12号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 主持召开省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 审议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有关文件 和疗和流域综合治理总体工作方案 研究调整社保费率有关事项 部署省政府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 要整合执法职能 统筹执法资源 为改革提供有力支持和坚强保障 一要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 要深刻认识改革的重要意义 科学设置执法机构 健全职能体系 确保改革有序推进 二要注重整合 强化统筹 建立全责统一 协同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 做好资源整合 人员融合 工作磨合 确保新职能承载新担当 新队伍 展现新作为 三要严格执法 强化监管 以深化改革为抓手 推动执法力量下沉 提高监管执法效能 做到执法到位 监管有效 四要强化服务 优化环境 全面梳理规范和精简执法事项 与管理与服务之中 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 打造充满活力又公平有序的市场 为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创设宽松良好的营商环境 会议强调 辽和流域治理 是辽宁治水的重中之重 各地各部门 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建行新发展理念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绵绵用力 久久为公 全力以赴打好 辽和流域治理攻坚战 一要整体谋划分布推进 强化统筹综合治理 区分轻重逐步实施 一年接着一年干 一任接着一任抓 以综合整治的实际成效 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 二要实化举措 细化分工 按照五个方面 二十三项重点任务要求 做到目标具体化 任务项目化 工作精细化 打好辽和流域综合治理组合权 三要立足实际 做出特色 坚持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深度挖掘和利用 冰水暗线文化资源 届时把辽和流域 打造成靓丽风景线 富民产业贷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辽宁省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综合实施方案 和辽宁省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调整方案 会议要求 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全面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确保企业 社保缴费负担 有实质性下降 要正确处理 当前和长远 中央和地方 企业和职工的关系 积极回应企业和退休职工关切 加强宣传解读 稳定社会预期 确保各项政策 如期全面落实落地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报道 4月12号 省政协以推动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为议题 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 围绕如何推动 文旅融合发展经验限策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夏德仁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 省文化和旅游厅 有关负责同志 介绍了我省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情况 曹萌 陈文斐 刘文艳 张启志 王宣龙 金莲英 石鸿祥等 省政协委员 民主党派成员 及专家学者先后发言 提出建议 夏德仁指出 要进一步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动适应人们 对文化和旅游消费的新变化 自觉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努力提供更多优秀文化产品 更多优质旅游产品 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着力解决好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把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有机结合起来 当前要着力做好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相关规划和顶层设计 制定鼓励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优惠政策 要加大投入力度 学习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 重点推动一批重大文旅融合项目 要抓好标准建设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全面提升旅游品质 进一步加大品牌推广力度 不断提升辽宁文旅品牌的知晓度 省政协副主席将军许波出席会议 本台报道 4月12日 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19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于天敏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全省政法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及省委决策部署 立足稳这个大局 以保平安、迎大庆为工作主线 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贯穿工作始终 紧紧围绕全省振兴发展大局 着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全省社会大局稳定 深化政法领域改革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信访矛盟攻坚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辽宁、法治辽宁 为实现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 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台报道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70年披荆斩棘 70年砥砺奋进 我们党带领人民 汇就了一幅波澜壮阔 气势辉宏的历史画卷 谱写了一曲赶天动地 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今天的《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报道 我们就从70年前 中国共产党迈出 进京赶考坚定步伐的西百坡说起 大厅的意义着中国共产党 经过28年艰苦卓决的斗争 终于从西百坡这个小山村 走进了北平城建立了新中国 所以说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颜文艳是西百坡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 也是西百坡本村人 作为党中央就职所在地 西百坡每年都有五六百万 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 这份讲解员的工作 让颜文艳的父亲特别看重 我们都有正常导班 但是我每次我修了以后 我爸说你怎么又修了 就是不要你让我修 怕我影响工作 真的是没有夸张 颜文艳的父亲颜青海 今年七十三岁 党中央当年在西百坡办公的时候 他还有过一段特别的经历 那一年我两岁半 东碧五他们住在我们家里 那个时候我得了一场病 病得很压重 东碧五他们就匆匆忙忙 报了我送到东碧坡医院 医院不愿意收留 说前方还在打仗 医院很空的 后来 东碧五请示了党中央 用最好的药治好了颜青海的病 对人民群众始终怀有深厚感情 正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传承 雨水情深 西百坡人也将红色精神代代接力 1970年开始 国家决定在西百坡修建纪念馆 村民们都赶来义务参加劳动 西百坡纪念馆建成后 许多人慕名来到革命圣地 游客逐年增多 西百坡全村发展多种经营 现在村民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一万多元 2013年7月 习总书记到西百坡调研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带头坚持两个务必 把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 一心为民的要求 落实到履行职责的各个环节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说句实话 文保问题刚解决 现在你看这小楼都盖着 家里基本上家家也有小吃 生活条件挺好的 习主机来了以后 他把这个在这个村里走访了一下 但说这个老百姓的日子确实是好了 也通过改造和争执 让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得更快 更能够体现咱们全面小康社会的福祉 让每一位群众感受到 如今 每天都有许多干部群众 来到西百坡探访赶考足迹 寻找前行力量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新中国人将昂首前行 今日我省召开的全省教育大会提出 要提高教育对地方发展的贡献力 有效激发高校和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那么如何让科技成果走出象牙塔 走出实验室 中看又中用 叫好又叫做呢 近年来 我省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 不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读点和难点 今天的视线 我们就来关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先把时间交给管旭 好的 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从科学到技术 从技术到经济 并驾齐驱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我们来看沈阳化工大学 一项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4月11号 沈阳化工大学40万吨零美矿输送床 闪塑清烧项目建设正式启动 零美矿是优质的耐火阻燃源材料 我省拥有国内85%的零美矿资源 是世界最大的美制原料出口基地 零美产业的基础过程 是零美矿清烧制备活性氧化煤粉 有称清烧粉 我国仍一直沿用上世纪中叶延续下来的反射炉 污染重 效率低 严重影响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次沈阳化工大学开发的 零美矿输送床闪塑清烧成套技术 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们把原来的繁保问题 生产的产品的品质比较低 污染比较重 需要的人力比较多 这些问题给它解决 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新的过程 可以说实现 辽宁的零美矿生产 高活性的清烧粉的绿色生产 高效率生产或清洁生产 该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人民币 预计2019年底建成 2020年6月前实现产业化运行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 可实现每年上缴利税达亿元 企业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高效的科研成果的转化 更需要企业和社会的参与 这次我们走到一起 就是这种方向和目标 指导的一个结果和捷径 我们这次的目标 是要立足海城 把海城领美行业 做到国内国际一流的产业水平 科技成果能顺利走出实验室 落进生产线 创造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离不开政策激励 近两年来 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 近20个政策文件 基本实现了省市院校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全覆盖 尤其是出台了辽宁省 科技成果转化成绩优异人员 专业技术资格评定 暂行办法 为科技成果转化成绩优异人员 平平支撑 开辟了绿色通道 东北大学收益共享激励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沈阳工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 5%黄金骨激励机制 沈阳化工大学定向研发 定向转化 定向服务 定单式成果转化机制等做法 有效提高了科研团队和科技人员 成果转化积极性 组织高效 持续加强有组织科研 不断强化 正产学员用协同创新 然后通过政策激励 上门服务 精准对接 然后提升能力 完善体系等 多种措施 从软实创新到产业化 全两条系统推进 高效科技成果省内软化 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针对一些企业 不善于提出 针对性强的技术需求等情况 沃省化被动为主动 将成果对接 由问答题调整为选择题 把专家成果信息 按照细分产业 分门别类 制成成果菜单 方便企业对接 同时将企业基本情况 提前推送相关院校 近两年 沃省举办了140余场 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 组织中科院 清华大学 吉林大学 东北大学等 60多家高校院所 与省内1700余家 企事业单位对接 促进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在辽宁落地转化 据统计 2018年 省教育厅用于科技成果 省内转化绩效奖补 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 重大项目建设经费 总计近2亿元 2019年设立奖补及紧密 围绕辽宁产业发展 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经费 等2.6亿元 比如说2018年 全省高校一共转化了 4670项科技成果 其中省内就转化了 311项 然后高校转化的 那个省内转化数 和省内转化的金额 占全省总数的79.8%和64.6%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省内转化成为了 我省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 有力地支撑了 我省产业转移升级和发展 目前辽宁共有 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7家 省级以上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72家 在省市和高校院所中 基本建立起横向道边 纵向到底的成果转化体系 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 最后一功力 以创新驱动发展 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 辽宁正在实现振兴发展的路上 奋进前行 好了 今天的视线就关注以上内容 4月12号上午 长三角东北旅游景区联盟 2019西南文化旅游宣传周活动 在四川成都五侯祠博物馆 拉开美目 这也是东北旅游景区联盟 首次在成都开展旅游推介活动 向西南地区游客展示和推介 东北地区独特的旅游产品 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东北旅游景区联盟 本次推出的活动主题是 缤纷四季 实在东北 东北地区四季分明 夏季凉爽宜人 我省的沈阳故宫 本溪水洞 安山千山 大连老虎滩 金石滩 丹东 鸭绿江等景区 进展东北地区丰富的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我们通过景区的平台 和媒体的平台 真正让西南景区的老百姓 通过旅游之中来看旅游 通过业内人士来宣传旅游 打造我们的旅游品牌 在当天的旅游推介活动现场 长三角东北旅游景区联盟团队 直彩平台也正式上线 东北景区联盟和长三角景区联盟 联合打造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平台 就叫景区的直彩平台 把我们若干家景区都放在这个平台上 供旅行社来采购 这样就相当于说这个平台 也相当于一个旅游的超市 你可以愿意的去组合 愿意的去选择 目前东北旅游景区联盟 已经扩展到33家旅游景区 景区间的强强联合 将让我省的旅游景区 更好地接待全国的游客 也让各地游客能留下来住下来 把辽宁旅游资源推向全国 本台报道 4月12号 省国资委与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 签署战略协议 双方将围绕教育培训 人才队伍建设 及课题调查研究等方面 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今后 双方将定期举办 企业家大讲堂等培训活动 共同就国资国籍改革的 热点难点问题 进行调查研究 4月12号 国家高端装备与 智能制造软件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 东北分中心 在大连高新园区 正式接牌成立 中心将集合政府 行业组织和高校等资源 为大连软件 及智能制造企业 提供系统全面的 在线软件测试等综合服务 大连先进光源预言项目 日前通过论证正式立项 项目建成后 大连先进光源 将使大连发展成为 世界上领先的 自由电子激光研发中心 和光子科学中心 是推动捷径能源 国家实验室申请 与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4月12号 东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书 由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从书是国内首次 全景式广角度系统性的 论述东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学术性 堪称东北非移文化的百科全书 4月11号晚 CBA半决赛继续进行 坐镇主场的辽宁南兰苦战全场 最终遗憾地 以100比109输掉了比赛 在七局四胜制的系列赛中 大比分0比2落后 随后辽宁南兰将奔赴新疆 开启客场的比赛征程 综合球根花卉博览会 将于本月20号 在大连英歌石植物园起目 本次展会将展出 郁金香 风信子百合等130个品种 上百万株球根花卉 布展面积达12万平方米 博览会将持续到5月20号 本台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